提起和田 很多人都会想到和田的玉石 我们正在从中国的最西端返回西安 现在已经到达了新疆的和田 我们呢现在在新疆的和田 对 和田最有名的就是 和田玉 对 我们提到和田就会想到这个玉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了和田的玉石市场 对 也叫 这边叫玉巴扎 所以我们刚刚看有很多很多 就是一排一排过去全是卖玉的 所以我们过去看一下 走在这个玉石市场内呢 你可以看到两边呢都是这些卖玉的 对 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当地人在买这种大块的原石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手去掂量一下 因为玉石和石头的重量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或者说大块的话 用手掂量一下能感觉出来 而且呢他们还会拿那个喷水壶 往上面去喷水 然后去看这个颜色正不正啊 对 因为大块的原石外面都是有皮子的 所以你也看不太出来 只能掂量或者用别的方式 嗯 我们再在这个市场转一下 看看这种石头多少钱 三千 三 三千哦 那这种石头其实我感觉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的价格就一块石头三千大概到四千 我们再看一下转一转 我感觉这一块呢 这一块多少钱呢 五百 五百啊 这个呢 八百 再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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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对 就说说的最细 就这个啊 嗯 对 这个细 这个确实 细的 应该上面 抹烂了哈 嗯 那这个多少钱呢 三千五百 最细 一个大眼一看它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呢 刚转完这个浴室市场啊 对 其实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浴室市场整体来说 好多店铺是没有开门的 可能是 今年这边来的人比较少吧 今年其实受影响还是挺大的 对 而且说我感觉这边好像都在转型向直播方向 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二楼上呢 好像很多很多都是直播间 因为大家都在往线上转型 然后在线下呢我们刚刚看了一圈 这边是没有什么好料子的 可能是没有就很少 对 我们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商家 他们也说呢 今年就是在这里跟你外边看到的线下呢 是好料子是比较少的 对 我们刚看了一圈 大多都是实性比较重的那种浴室 很少有好料子 对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来这边逛的话 简单当一个游客就好 对 如果你是一个老满手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转一转 挑选自己心仪的浴室 这个浴室交易市场略微显得冷清 紧接着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浴室市场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中国和田浴交易市场 我觉得这个市场才是真正的浴室交易市场 它很大 而且人也很多 比刚才那个大很多 而且人流量要多很多 对 所有人都在这里挑选自己心仪的浴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都是挺繁忙的 我觉得这里 每个浴商呢 以及这里的客人 大家都是来去匆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浴的话 可以选择来到这个 中国和田浴交易市场 来这里 逃狱 一个浴室十元 一个浴室十元 我这可以挑一个瘦块 瘦块 瘦块 一个石块 一块的基本 嗯 这是 这一个石头十块吗 嗯 哎呦鬼 瘦块怎么帮他挑 你也弄个小吊坠 哦 昨天弄个小吊坠 离开和田市 我们也要前往民风了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